6月2日,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2020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和语言生活状况。 会上,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周围介绍,调查显示,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80.72%。 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45个县域,涵盖了各行业、各民族。 调查的数据显示,全国范围普通话普及率达到了80.72%。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,圆满完成了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。 同时,教育部创新开展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,持续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体系。 我们认定了北京大学等60家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,充分地发挥学校、科医院所等在语言文字传承、推广、教育培训和综合研究方面的作用。 修订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,完成了对境内的近528万人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,那同时继续开展汉字应用水平测试,全年测试呢,近4万人次。 此外,2021年起,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官方语言,在线中文教育蓬勃发展,中文国际地位不断攀升。 截止2020年底,全球共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,七十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,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两千万。 在线中文教育蓬勃发展,中文联盟云服务教学平台,面向全球,免费提供一百九十多门,六千多节中文和中华文化等在线课程,汇集两百余万海外中文学习者。 下一步,教育部将以民族地区、农村地区为重点,进一步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水平和质量,同时打造特色品牌活动,建设优质资源和传播平台,加强人才队伍建设,深化语言文化的交流合作,提升社会大众,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文化能力和素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